Come back to my channel, this is Lottie 就看下去吧 Now let's get started 首先第一个音是 呃 呃 那这个音节中国学生 要经常发生什么呢 是叫耳化音 呃 比如说 banana banana 而不是banana 不是banana 这个是没有耳化音的 还有 camera 不是camera camera 这个也是不对的 呃 呃 不是呃 呃 还有 the the 也不是z z 第二个音是 呃 呃 要注意发这个音的时候 你的嘴型是左右延伸的 但是中国学生比较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发i 把这个音发成i 那这样的话你的口型是上下的 这样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 bed bed go to bed go to bed 而不是go to bite 我真的有听到过这样说的就不对 dead dead 不是died 那这个音它和an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很多中国学生就直接会发成n 因为我们的拼音里有这个音了 就是那个n 那个n 但是其实这样也是不对的 因为这个音它首先是发a a a和an组合一起是an 是an 比如说 pen pen 不是pen 还有 when when 不是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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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人看了 did you see it no 下面这个音就比较有意思了 是一组对比音 是e 和 i 的对比 有很多中国人他分不清这两个音 但其实这两个音仔细听是非常不一样的 比如说 e 这个音 它其实是有点e和我们汉语的ei那个a 发音之间的 就是 那举个例子大家就能明白 比如说 最经典的就是 bitch和beach 一个是 一个是 bitch beach beach they're totally different ship sheep sheep will will wh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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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p chip ch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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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p lip l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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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边是 woo woo 这个音 那在发这个音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嘴是 我觉得它是有一个从大到小的变化的 就是 woo woo 看到了吗 我的嘴是这样的 这样的这样的 那我们中国人比较常发的就是 woo 就是直接的woo 但是你在发这个woo的时候你的嘴唇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那这样听起来是是有区别的 比如说 to to 而不是 to to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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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 blue blue group group 而不是直接的group group group 下边是一个组合 ro组合 这个一般情况来讲发的是ro的音 就是你要有那个ro的嘴唇也是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 而中国人比较经常发的就是ro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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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舌头没有卷了一下 直接很平的这样发出来 这个也是不对的 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rose rose 而不是 rose rose 是那个肉丝 还有road road 而不是road road 还有roof roof 而不是roof roof 注意这个发音的时候一定要舌头卷一下 roof 下一个音的组合是ear 那这个比较常见的中国人是怎么读的呢 是ear 会也是加一个二话音 这个也是不对的 比如说phobia phobia 而不是phobia 不是phobia 再比如 insomnia 而不是insomnia insomnia 还有 myopia 不是myopia myopia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错误 就是th的这个发音 它有两个发音 一个是th 一个是th 但是不管是哪个发音 你一定要咬着舌尖 但是中国人比较常说的就是不要舌尖 就是th 比如说当他发th的时候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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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that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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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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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发th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了throw throw throw thief thief thanks thanks 而不是thanks 就是比较忠实翻译的一个说法了 下面就是关于辅音了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真的常常把辅音就是发的特别的圆润饱满吧 比如说就是这个th 但是大部分我们会读成th 就是拼音的那个th 但这样也是不太准确的 比如说to to 而不是to 不是to 还有today today 也不是today 不是today 下面一个音是th th 跟前面同理th 而不是th 这两个发音也是 就是在英语里 他的这个th 辅音发的没有那么长 没有那么 饱满 比如说 good good blood blood 那英国人最常见的一句国骂就是bloody hell bloody hell 不要把那个d 发的太过饱满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组合音是z z 那这个中国人常读成什么呢 是z 就是没有那个摩擦的音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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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能感觉到你的是有摩擦的你的舌头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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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tryer 这个是不对的 leisure 而不是letter television 而不是televasion 这个也是不对的 以上就是我自己总结处的 中国学生比较常犯错的一些发音对比总结 当然这全都是我自己的一些浅见 如果你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评论下方评论 请大家多多给我一键三连 那我们下期再见 I'll see you next time